哈喽我们转换一下心情为了发扬中华文化 鼓励华人子弟努力向学 美东河南同乡会 最近特别在纽约法拉盛成立了美国炎黄教育基金会 并且第一次颁发了奖学金给20名的自由生 我们这次特别成立一个基金会取名炎黄基金会 语意就是要纪念我们的祖先 以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 我们的宗旨是传承中华文化 资助我们的学子 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来 激少成多来帮助我们的学生 基金会表示资助曾经优异的华裔子弟 并且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毕业之后还能够更快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并且在事业有成之后不忘回馈华人社区